为了维护行人安全 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在三名路口等地 加强路权教育和科技执法 有效降低行人事故率 截至三月全桃园市死伤事故 共计2330件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52例 下降大约12% 路口险象还生车流杂乱 为改善行人安全及人车争道的现象 桃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 选择行人事故率偏高的 桃园区三名路口等地 加强执法及拦检后的交通观念宣导 教育用路人马路的优先使用权 112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伤人数 即2330人 同期比较减少152人 分期期主要噪音 除了车不让人外 行人违规也是噪音之一 本大队透过强力执法及宣导 今年1至3月 行人交通事故已减少约12% 呈现下降之趋势 相较于欧美日等国驾驶 对行人的礼让文化 台湾在近年才有人本交通的 礼让行人观念 事故处理组组长许传造表示 许多常见的侵权行为还是存在 包括为礼让行径中人车先行 抢阅行人穿越道等 车辆行经路口欲有行人穿越时 无论有无耗置或行人穿越道 均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行人亦应注意左右来车 唯有驾驶人及行人相互尊重 彼此礼让 才是交通安全最佳法则 交通路权是一种相对的权力关系 没有绝对值 交通警察大队提醒民众 无论是行人或驾驶 都有注意路况并互相礼让的责任和义务 才能确保交通安全